- 索性就依照慣例先從自我介紹開始 我的名字是苗木城 外表 城如你所見 是個在屏風也不過的普通高中 這邊把視線移到手段入學通知 上面寫的新生請八點在玄關大廳集合集 奇怪 這 這裡是 我在堅硬的桌子上醒來 身體格外沉重 我在無聊課程中確實有時候會打喝水 但是 現在為什麼會趴在桌子上睡覺 而且 這些教室我一點印象也沒有 這是 怎麼回事 誰啊 哇嗚 哇嗚 裙子也穿太短了 嚯嗚 黑白狼軍 唉 布偶 胡� 那字怎麼唸 什麼千尋 忘記他是誰了 我要看到人色我才想起來 他是 我餓了 那個字怎麼唸 什麼千尋 忘記他是誰了 我要看到人設我才想起來他是 超攻究極的什麼東西的 黑白狼狼你不要以為你 披個熊的外表都可以跑來這邊躺場啊 我知道你最近沒有戲可以接很無聊 但你也不可以這樣亂場啊 我不是布侯啦 我是黑白熊 連名字都沒有換欸 辛苦辛苦 我一邊覺得有點頭暈 一邊從畫面中抬起頭 仔細一看 其他所有人也都跟我一樣露出沉重的表情 開什麼玩笑 什麼孝龜啊 誰要被這東西控制啊 既然如此 你要不要無視孝龜自由行動看看 以我的立場而言 我很想看看違反孝龜會有什麼下場 好賊的人 不過如果這麼做 大和田文土兇 就會陷入沒有後背機體的狀態 什麼意思 呃 哼 哇 從小就被尬個囉囉嗦的念頭打 叫我私要遵守男人劍的月令 所以咧 哇 有個月令沒完成 唷 我不能死在這裡 嗯 雖然不太懂啦 但總之可以當作是你會遵守孝龜吧 嗯 嗯 算是吧 靠一下 你害羞跟毛啊 為什麼感覺他好像很容易害羞啊 五元殺野鄉 對啦 就是他 哼 可以打擾一下嗎 關於孝龜第六條大家覺得什麼意思 第六條是什麼 喔喔喔喔就這個 殺害任一位同學的兇手將可畢業 但不能讓其他同學知道自己便是兇手 嗯 可是你要怎麼讓別人不知道說自己是兇手呢 對不對 不是啊你 那這樣的話 那你只要殺了 那你就可以出去了 那大家都知道你是兇手啦 對不對 那這個規定我覺得有跟沒有是一樣的道理啊 不是嗎 你想想看 如果今天 今天 好一二三四 四個人 這個地方 然後 那個一殺了四 然後一就可以出去了 那大家不就知道一是兇手了 對不對 那他就又不能畢業了 那不就變成說你要把所有人都殺光才可以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他這規定根本就只是來虎人而已 後面那句不能讓其他同學知道的部分對吧 的確我也很在意 就是說如果想要畢業 就得在不被發現的狀況下殺人吧 為什麼啊 為什麼 不需要在意那小事 靠 遵守上頭定下規則 你們只要記住這點就好 別人沒幫你決定好一切 就什麼也辦不到了你們 就別自以為是的提出疑問 說得很對 你臉猴個屁啊你 武川東子啊 怎樣你殺到他了是不是 不是說得很讓人生氣嗎 總之啊先不管殺人之類的存主義了 既然也知道孝龜了 差不多該來探索孝顏看看了吧 其實哪裡 有沒有可以逃脫出口 有沒有糧食和生活用品 我們還有很多事情必須弄清楚 雖然簡單來說 他們現在有點類似被囚禁起來的 還不知道會不會提供食物那些 好耶 那就馬上大家一起探索吧 我要一個人去 蛤 為什麼 這種發展也太奇怪了吧 我們當中可能已經有人開始計劃殺害他人 難道要我跟那種一起行動 輕輕等一下這種事情 應該不能肯定絕對沒有 所以你們聽到畢業條件才會害怕 不是嗎 他的制服上的那個痕跡怎麼好像有看過 看過類似的 應該記錯隨便 這個 看你剛剛不是真的在計劃說要殺誰吧 我按照我自己所想的方式行動 給我等一下 我可不准你那麼隨便 讓開你這浮游生物 蛤 什麼意思 漂浮在大海中的一隻浮游生物 不管做什麼都不會影響 廣大太陽的渺小存在 看來你活得不耐煩啦 等一下 吵架不好啦 蛤你是怎樣 你剛才說什麼冠冕湯灰屁話的啦 說叫嗎 跟我說叫嗎 不不不不不不是 不是我沒有那個意思 呃 蹦 蹦什麼被揍 然後飛了出去 就像漫畫那樣很乾脆的被打飛 沒有任何前障和伏筆 極為唐突突然的 被揍了一拳背出去 這麼帥或許忘記了 喔 我剛剛按到自動模式 我想奇怪我還沒看完 怎麼辦下一段 說到底我所面對的就是這樣一群人 我至今累積的嘗試根本不通用 超高中級這種超越嘗試的集團 會有這種 會有這超越嘗試的發展當然也是有可能的 嗯我或許一直忘記這一點 我的意識逐漸遠去 就此中斷 哈哈哈哈哈哈 然後當我再次醒來的時候眼前的是 喔 你的房間嗎 呃 好BGM欸 奇怪 這裡是 理所當然就是個沒見過的房間 總之 這裡是哪裡啊 可以使用手冊選單 將可確認遊戲中各項情報 按下FE可以開始手冊選單 在手冊選單可以確認校規 以及記錄著大家個人檔案的通訊錄 地圖和研彈等特定項目 市場合而定 有時候無法使用 遊戲中的中段保存或載入 也可以透過學生手冊選單使用 喔 按F2可以觀看備份履歷 這裡將記錄大家的發言 要回顧的時候請多加利用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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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在這時候才可以成長 好感動 F2嗎 系統 請確認系統項目 OK 所以我們先看看這邊哪裡可以掉 哇靠 好多喔 這有個電話是不是 喔 電條紙 嗯 這邊也有監視器 一想要正被這種監視器監視就有點不舒服 該不會連洗澡都被監視的啦 可是根據校規破壞監視攝影機也就糟了 雖然不爽但只能不管他了 阿你就把那些東西擋住他不就好了 上面畫個圖啊 這是什麼 呃 滾筒清潔黏子 是自行打掃的意思嗎 呵呵呵 欸不錯欸 還會 還會那個 給你那個 可以打掃用具欸 好像放了什麼 工具組 用塑膠封套包著 是不是還是未拆封的新品 至少現在不會用到 還是放回去吧 然後這邊一樣有的鐵板 所以點在上面也看不到外面就對了 床好像沒有特別奇怪的東西 這是房間的鑰匙嗎 鑰匙圈上寫著他的名字 應該是你的 先搜著吧 垃圾桶可以查看一下 先看看這個吧 電視螢幕 唉 撇了一張紙 上面寫內容是 來自黑白熊校長的通知 房間的所做的房鞘加工 由於難以複製鑰匙 請千萬不要弄丟 房間雖然有完整 完善的淋浴間 但夜晚時間不會出水 而且特別注意 另外只有女生房間的淋浴間可以上鎖 為什麼 最後再次準備一點小禮物 送給女學生的是 很有女性風格的針線包 給男學生的則是 具有男子氣概工作組 針線包裡 附有人體腰愛指南 各位女孩子用針戳一下 最有效 男生要使用工具組的時候 我想應該是 偷打頭部最有效 別多想用心理會好好享受 幹 這樣只揉成一台韌清垃圾桶 而且還有BGM是怎麼回事啊 上面也沒東西 下面也只有這些 喔 看來這邊還有一些其他東西 為什麼只有女生 女生是廁所 可以 您一直可以鎖門的啊 這樣我們怎麼進去冒險啊 不是 這樣我們怎麼進去調查啊 唉唷 沒有什麼特別的只是普通的垃圾桶 喔 GATE 什麼東西 是什麼 蛤 剛剛發生什麼事 先成長 唉唷 這個門 應該是淋浴間吧 淋浴間 對啊 咦 打不開耶 好像上鎖了 蛤 上鎖了 不對啊 他不是說只有女生的可以上鎖嗎 可是這男生的房間耶 打不開 對啊為什麼 男生房間也可以上鎖嗎 好 那我平衡一點了 這好像可以離開房間的門 這三門好像可以上鎖 有鎖了房間嗎 我好像懂了 這一定是 學生們僅限在宿舍個人房中救醒 故意在其他房間救醒的行為 視為打殼睡覺 遭到處罰 這就是宿舍個人房 你現在還懂嗎 應該有人把失去意識的我送來這裡吧 第一個問題就此解決 那我們下一個問題 其他人在做什麼 知道這點的方法只有一個 就是離開這裡 太廢話了 太廢話了 這個完全就是講廢話專業級的 所以這邊 可以先把它拿著嗎 不行 好那我們就出去吧